看到拜登延续了川普的做法 取消了美台交往限制 现在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就认为说 这应该要正面来看待 而国民党立委赖世宝则认为 台湾应要积极的争取加入国际组织 不应该被当作棋子 另外前外交官借文吉则是认为 不管是怎么样 美方还是会考虑中国的反应会有多大 以及美方可能会付出的代价 不会将台美交往限制太放宽 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川普的最期最后 他就解除了所谓国务院的对台交往的限制 那过去一段时间有人担心 拜登上来之后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 事实上我们有看到的 不但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还在扩大跟台湾交流的成绩跟面向 所以我们是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事实上台湾跟美国任何的交往跟互动 中国都是采取一个反对的态度 所以这个不应该是我们考量的焦点 重点是台美关系的交流 不论在经济政治跟安全方面都符合台湾的利益 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推动的一个重点跟方向 美国驻伯罗大使来台湾 这次是一个非常重要象征跟实质意义的事情 一方面图显了美国不在意把这样台美交流 把它公开化 而且是非常高调的一个推动 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台湾跟美国的合作 不只是双边的合作 也扩及到我们跟第三方国家之间的一个多边的合作 这也是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 我们应该是持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来看待 但美国在谈到三方的关系的时候 它一向是两手策略 一方面就是要一直要把台湾拉起来 可是二方面它今天又重申了一中政策 那个话是讲给北京听的嘛 那现在来讲很清楚的 蔡政府就是一面倒 一面倒向美国 愿意当美国的棋子 其实这个是很不聪明的啦 最聪明的做法应该是两边左右逢源 对不对 它压单边嘛 那压单边的话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就下一个观察指标啦 现在不管你说提升什么台湾旅行法啦 放松跟官员的来往之类的 我们要实质的 实质是什么 就WHA 他要帮我们讲话啊 美国能不能帮我们讲话 让台湾今年可以去WHA 这个是指标 就是他能不能在一些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场合 帮台湾讲话 让台湾国际空间增加 比如说刚刚讲的去 今年去5月份去WHA 再过来I CARE 国际什么航空组织 民航组织 能不能让我们去啊 还有那个什么 国际刑警什么警察组织啊 类似这些的国际组织 能不能帮助台湾加入 以美国的实力 他要努力做啊 而不是说像WHA 我们外交部长在说什么 也听不懂 美国从来不讲话 没有帮我们讲话 吴部长还说 他有一个困难 你在说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提升台湾跟美国之间的 官员的来往 我们正面看待 绝对是赞成的 这让台湾的能力度也提高嘛 但是重点是 重要的国际组织 美国要加把劲帮台湾 否则的话台湾只当棋职啊 双千元美国政府过去是有内规 他这个限制的行政官员是不能进去的 当然议员的话不在 美国国会议员不在内了 那我不是很确定 目前的更改情况 不过美国过去有一些 我们驻外的 这个在驻美的很多办公室 带出他们人不进去的 那这些都是美国的内规 现在拜登总统想要 想要做重新修理就是这一些 那我想势必会有很多改变 那不晓得会不会列入 我也不是确定这种美国政府 来做最后的衡量 不过美国基本上他过去 他在两岸之间 他对大陆的承诺是一个中国政策 那么拜登也执行过 也不断的这个重申 他政府好几次 承认所谓一个中国政策 那这些政策中间有一些红线 就是我们双方美国的官员 跟台湾的这边的官员 中华民国官员的互动之间的 一些止度层级的掌握 那现在势必会调整 那当然最后会有意见的 当然是大陆方面 因为大陆过去可能把这些事情 看作对美国对大陆的一个承诺 那这个如果说是美国 对大陆的一种承诺的话 那么如果美国单方面做改变 我觉得会引起 美国跟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动荡 继续动荡 那最后反映到的 还是台海两边的情势 所以也不能说 对我们台湾没有负面的影响 那如果因为这一件事情 造成我们两岸关系 继续往这个对抗 对立 或者说冲突的方向的话 那也不见得是好事嘛 台湾日前签署了 海巡合作备忘录 再加上了帛琉总统 美国驻伯留大使访台 也使得共军老台的频率 跟价次都持续的增加 对此呢 国防部改采飞弹追踪 但是老台的频率 还是大大的增加 一般民众怎么看呢 辫子妹随机接访 有人说两岸应该要冷静下来 坐下来好好地谈 不要冲动 但也有人说 不用怕啦 我们有美国爸爸照 美国爸爸照 没怕 美国爸爸照 打过来 我们有美国爸爸照 老归老啦 我不是被吓大的 就不怕 反正又不是被吓大的 对啊 动不动就来 然后呢 然后结果还是一样 然后每次都来像吓一下而已 又不敢怎么样 反正都每天都这样闹了 其实也是 没什么在乎啦 反正他就非他的 我做我的这样啊 对啊 蛮害怕的 因为两岸应该要好好谈 不要冲动 政府不是该想办法解决吗 应该大家都不希望有 战争的事情发生 所以如果能够 和平解决的话 就是大家都不要冲动 因为我也怕打仗起来 我们不好说啦 想说好好谈会比较好 为什么 为什么你怕打仗起来 因为感觉打仗起来 我们台湾会输 感觉会输掉的感觉 你对国军没事 我还想活久一点啊 以和为贵 打不赢啊 为什么 台湾的设备 台湾的设备差距太大 打也打不够啊 但是也不能就国家给他们吧 只能靠老爸 靠哆哆哆的梦 不能说 就是全靠 全靠美国 你愿意上战场吗 应该是 应该是不太会 什么 你说话 应该是不太会 为什么 会怕 没怕 怕死 看一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先跑吧 应该要躲起来 那你会愿意去打仗吗 嗯 为什么 蛤 为什么 还要珍惜生命 就 反正就是 不要被波及到就对了 如果真的万一要打仗 你会去吗 会吧 应该是会啊 为什么 那是我们这个国家啊 对吧 不要太激烈就好了 我后就会上战场 等一下 战场有不激烈的吗 除非都现役都死光光了 对啊 剩下我们这些后辈的 非常无精厨艺了 但是还是 还是会啦 活到这个岁数 已经没有什么牵过来了 对啊 如果政府要我去 我就去 要不然怎么办 辫子妹直接发现 大部分民众对共机 接力绕台 都是选项三 金金两岸应该要好好谈 不要冲动 好 现在正在看直播的你 对共机接力绕台 有什么看法呢 留言跟我们说 对共机接力绕台